怎么看怎么招人疼 好多观众就说 欧阳奋强这版的贾宝玉 特别符合人们看原著的时候 对这个贾宝玉的想象 好妹妹 你千万让我这里造吧 我有心欺负你啊 改名 我叫在那个池子里 变个大王吧 等你做了一品夫人 病老归西的时候 我往你坟上 拖一辈子背去 瞧你吓得那样 还胡说 呸 原来是瞄而不幸 是个银酿 辣枪头 除了长相啊 性格呀 咱们再对比一下 他们这个家世背景 先说贾宝玉吧 来自金陵四大家族贾家 贾不贾 白玉为堂金作马呀 贾家有宁国宫 中国宫 这个宫啊 那是人家的这个爵位 在古代谁家能有爵位呢 可了不得 你看看谁有爵位 基本都是皇秦国戚 或者立过特别军功的人 这皇上才能封赏你 给你个爵位 然后这份荣誉呢 你可以传给你的儿子 儿子再传给孙子 一辈一辈记上下来 不过爵位和爵位还不一样 他分为五等 这个宫是里边最高的 往下就是侯 伯 子男 侯侯 伯 子男嘛 咱们一看大概就明白了 这个爵位象征着身份 地位 是吧 贾宝玉他们家的宁国宫 荣国宫 那地位就确实了不得 不知大人的内兄 现居何职啊 就是当年荣国宫的孙辈啊 宁国宫甲眼 荣国宫甲园 恩赐永远春季赏 共两份 净折银一千两 咱们家既使用一万两银子 来寄贡祖宗 到底不如这个 又体面又沾恩赐福的 是 到底是黄恩浩大 想得周到啊 曹雪芹呢 虽然说没有贾宝玉家 那么有钱有势 但是他祖上在江宁 那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名门望族 曹雪芹的曾祖父 就是太爷爷 是江宁之道 那是CEO 就相当于这个角色 曾祖母就是太奶奶 那是康熙皇帝的乳娘 那可了得 他的爷爷曹寅 那更了不得了 跟康熙皇上那是半独 而且和御前侍卫 你看这俩角色 那就是从小穿开裆裤 一起长大的 那有这层关系 康熙登基之后 对曹家那得是格外关照 发小啊 这个江宁之道 那可是个大肥差 上头有人罩着 曹家这个生意 就越做越大 等传到了曹雪芹的爸爸 曹勇手里的时候呢 那就完了 开始走下坡路了 为啥呀 这个曹勇呢 你想啊 从小蜜罐里头泡大的 一 他没有勤恳奋斗的 这个素质 二呢 他也没有钻研经营 那个头脑 他是吃和玩乐 倒是样样精通 是这么个主 生意他也不上心 江宁之道局 这个内部问题 也越来越多 甚至连进贡给皇宫 那个衣服 都有褪色的蝉赐品 那还了得 这个时候 在位的皇帝 已经就不是康熙了 雍正皇帝 刚登基 时间不长 当时呢 国库亏空的问题 也很严重 所以他就留意到了曹家 雍正就让人 下去给我查 这家可给曹勇吓坏了 心里琢磨琢磨 怎么巴结这个 讨好一家皇帝呀 你就别查呀 就赶紧到处地 去收集珍宝 想呢 进宫给皇帝 送点礼去 但是一些有心人 就前往雍正那儿 上耳朵里头就穿小话 说你看呢 你看 他家现在都开始 转移财产了 那指定有事 这才得了 那这么着 雍正六年 曹家就被抄家了 这是曹水秦家的事 那贾宝玉他们家被抄 原因呢 大概跟这差不太多 贾政也是任上亏空 家族里头那些个 欺男霸女啊 上市欺人的那些 凹道事都败露了 珠谋 是 是宁国府的 贾荣 圣上变色套 纵使家奴 强占民女 还成事吗 我是一句不敢走 究竟让圣上 记着一个假字 就不好了 这一大家族里头 见不得光的事 一多了 瞅你眼红的人 就多了去了 是吧 平常不说吧 就等着你的哪天 不得事了 给你往死里头整 拼了邦郎 贾家一下垮了 抄家抄得呢 是干干净净 下狱就下狱 死的死散的散 贾舍 贾政 贾连 阁职 叫不严加益处 清辞 来呢 拿下 是 对应到现实的曹家 也这样 以前再怎么风光 都不好使了 放不了身了 曹雪芹过了12年 锦衣玉食的好日子 到这儿 这就也算到头了 后来呢 跟着家里边 迁回到北京的老房子 去住去了 日子过得也挺穷 连吃饭都是问题了 曹雪芹48岁那年的冬天 小儿子得了场病 没前置 一下子没了 曹雪芹也是悲伤过度 也病倒了 最后 连那年的大年三十 都没熬过去 除夕之夜 曹雪芹也走了 你是这大年下的 别人家都热闹闹的 聚到一块 是吧 放便放炮 曹雪芹家里边 七七惨惨 这么对比一下子 确实是让人挺难受 挺感慨 书里边 贾家被抄家的时候 贾宝玉 跟曹雪芹这个年龄 还差不多 也是十三四岁那样 抄家之后 俩人这个经历也特别像 哎呀 看尽事态炎凉 过得都是特别的苦 所以很多这个洪学家就说 这种人生悲欢 家族兴落 那可不是普通人能够经历的 要得都要 来吧